打我呀 有种你打我呀 你怎么不打我呢 当你打我的时候 我借着所谓的正当方位把你搞死 说到罗翔或许你不认识 但说到法外狂徒张三你一定有印象 罗翔是我国政法大学的教授 也是全网第一扑发网红 在和同学上课时 总喜欢用张三这个虚拟人物举案例 因此张三在他嘴下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 抢财 劫色 重婚 绑架等等 触犯了所有刑法 却在法律边缘来回横跳 说一个女的犯狗咬我 我不咬狗 我把这个女的给咬了 问成不成立正当方位 成不成立 成立情贼 先情王 狗我是打不过的 但是这个女的 我还是收拾她绰绰有余的 所以这个叫正当方位 如此种种让人防不顺防的案例数不胜数 一个酒疯子 在25楼骂我 我和他对骂 那你想一想 我怎么骂得了 酒鬼骂 骂不赢啊 老子一生气 我说兄弟 有种从25楼跳下来 我撑你大哥 啪的跳下来 吓我一跳 血占我一声 各位觉得 我过过的办法 罗翔四度亲戚嘴巴又毒舌 可以说天生就是坐地式子料 他入做短视频的第一天 仅凭一个视频就涨粉200万 还火速登上了日榜第一 日战成名后 罗翔就成了律师界的香伯伯 不少人花费百万找他打官司 那么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有网友表示 发挥失误把对面当事人送进去 正常发挥把对面律师一块送走 要是超常发挥 台上一锤低音的也得进去 虽然有点夸张 但确实符合罗翔的教学风格 每一件人命关天大事 从罗翔的嘴巴里说出来 瞄边搞笑段子 不仅能让你记忆深刻 还能增强你的法律知识 张三不幸落水 李氏坐在岸上的救生圈上看刑法书 屁股下压着八个救生圈 张三说救救我扔个救生圈吧 李氏说你看你看我在看刑法 我看看刑法研究一下 刑法书上没有说我必须扔啊 你再教我做事啊 去死吧 张三最后立水而死 李氏的行为恶劣不恶劣 很恶劣 但是他不是犯罪 当然了如果河中有一个救生圈 张三抓住了救生圈 李氏拿着刑法书砸了过去 把救生圈打飞 张三每次抓 都被李氏用书打飞 原来李氏是刑法专业的博士神 带了八十本刑法书 最后张三体力不支 看着刑法书沥水而放 那么李氏肯定是构成犯罪 一个是见死不救啊 一个是推人下水啊 有时候感觉多想说的话很有道理 但有时候又觉得他在故意抬杠 中国历史上有秦朝吗 你凭什么认为人 你去过吗 你说司马迁写过死基 司马迁难道有可能不是在骗你吗 或者他自己也被骗了 你确不确定你是你爹神 你做过DNN鉴定吗 即便现在做过 你确不确认你爹是你爹的爹的爹神 但其实他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和那些靠沙嘴皮嘴 虽然热度的网红还是有天然之别的 罗小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目前在政法大学当教授 学校里的学生都将他视为法学界的偶像 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刑罚小王子 他每次上课时都是全人满足 就连教室过道以及窗外站的都是人 有外校的 也有一些社会人是慕名而来的 可见他的课吸引力还是很强的 是罗想让法律知识变得不再枯燥乏味 激起了更多人想要了解的兴趣 能听懂的听 听不懂也就图一个乐呵 他也因此在短视频成功收获了2000多万粉丝 在被捧上深探的同时 也注定了要接受更多的损失 作为公众人物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 让他从云中一路跌进泥里 罗翔最活的时候 几乎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可如今他却像消失了一样 就连微博账号也停止了更新 从网红律师到被逼退网 罚外狂徒罗翔究竟做了什么 熟悉罗翔的人都知道他经常会发一些 阅读迷著的读后改 两年前某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写下这样一段话 做人要珍惜德行 后者是短暂的 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毛病 但错就错在发布的时间不对 因为那几天正式抗议英雄表彰大会 由于两者相撞 不少人过分解读 认为罗翔是一有所指 于是开始对其疯狂网报 曾经那些将他捧上神坛的人 更是不忘反咬一口 要求罗翔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真是讽刺 罗翔多次发文澄清自己没有关注新闻 文案就是单纯的读后改 并没有跟任何东西连接在一起 可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这也让罗翔第一次体验到了网报的厉害 作为能言善命的律师 他能为别人辩驳清白 可面对自己却无能为力 最后只能被骂到退网 虽然事后人民日报发文力挺他 央视也邀请他做专访 国家都认可了他的能力和专业性 可他再也做不回从前自己了 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身材飞扬 眼神里全是宝金沧桑落寞 网络成就了很多人 但同时也毁了很多人 明明什么也没做错 却无缘无故遭到网报 罗三老师也是比斗鹅海渊 这就跟上海女子给外卖人充200话费 让外卖小哥给自己父亲送菜 是一个道理 本就是一个好心一个善举 结果却被网友曲解网报 最后不堪舆论压力选择了轻生 雪奔的时候也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或许很多人觉得只是骂了一句 但如果上一人每人都骂一句 那就会变成伤害的武器 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都应该先了解清楚真相再做评判 不要盲目跟风不堪事实 你们觉得呢